觀兆聰 好報在線 好報在線 來了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蔡師傅 大家聖誕快樂 聖誕節 今晚是25號晚上 星期一 今晚和明晚都是由於聖誕佳節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每年都會變得很暴在線 今年原來不覺不覺第四年找蔡師傅來 謝謝你 好像倒了四次妝 剛剛我們打了四圈 不是三圈剪,然後不要被人再拉 很厲害 是的,不過我現在 我打算淋第六個妝 不要緊 就算被人拉也開心 謝謝 好,連拉妝四次了 多謝蔡師傅 首先他會穿紅衣來應節 我也要配襯他 我們今天很配,紅色 我沒有什麼紅色衣服 我看你是這樣,當然馬上去找 我特意去歐洲叫人買回來給我 便宜一點 對 對 對 香港貴很多 黑 Gucci Juicy OK,又不理會 黑兩三千 對 另外,蔡師傅很好 他把這個聖誕樹也做過來 這個不是貼上去 不是貼上去 真的 是可以拿出來的 不拿 不斷轉 這個也很貴 很漂亮 剛剛四位 四位數字 這麼漂亮 這麼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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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香港 或者去到你家 各樣東西 用什麼顏色 號碼等等 都希望大家這一個半小時裡面 免費 全free 出去給大家看 好 今天我們分三部分 以往都是這樣 是 首先 要大家進入一個版面 去我們admonpun.com 為什麼呢 因為蔡師傅 今年是否第二年 幫我們寫 在指示裡面 出書 好像是第二年 去年是第一次 好像沒有記錯 是的 蔡師傅就不出實體書 他就說 不如把文字上面的東西 放在我們指示 是嗎 等大家 以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去買 比外面 這本書 因為外面的榴槤書 都起碼八九十元 最少 好像是 一般都要 而且我覺得很浪費紙 也是 是的 我寧願不如 節省那些紙的錢 不如拿去捐出去 如果真的要做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有興趣 去看蔡師傅 這個2024年的榴槤運程 的說話 上我們這裡 admonpun.com 只要你按進去 這個版面一落 看見指示 是不是 是的 指示這個位置 按進去 就有一些 關於蔡師傅 今年 這本榴槤書 是 少許的價錢 就可以看到了 不過今天 有些是不用錢 可以說 是 書和今天的節目 兩樣都有點不同 是嗎 所以最好大家都看 沒錯 好了 馬上來 因為每次師傅 在節目 都準備了很多圖 很準備好 很準備好 對吧 這次做了三天 做了三天 厲害 那我們是否宏觀 看看這個日子 立春的日子 沒錯 立春日子 最重要 今年的立春 也是在2月4日 2月4日 也是 16點26分 進入龍年的時候 這個龍年八字 今年 都不太理想 首先 我們有這個 冒討日 冒蜀 看見到日子嗎 是 紅色 打開了八字 有一隻 烏烏在樓下 這個冒蜀日 為什麼呢 這個冒蜀日 首先我們是入了冒 冒 好像人埋葬了你 埋葬了你 變成你 好像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 不太好 好像看不到出路 因為你已經埋了地 再加上 有這個 神蜀蜂 即是 龍年 以及 剛剛立春那天 是窩窩日 八字 你見到那個窩窩 以及那個龍 那裡 就有一個 蜂在 這個蜂其實 暗示 錢財 投資方面 都不太理想 健康也不太好 脾胃也會差 市民的脾氣也會比較差 當然 什麼都不好 當然是燥 沒錯 然後 又有一個人生聰 人生聰就是 猴子和老虎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說 容易有車禍、手術、血傷 經濟大上大落的意思 即是接下來這一年 多一些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 可能比較嚴重一點 沒有以前那麼輕行 即是駭發力的車 可能這些是幾輛連環 或者整條路都撞了一堆 那些 再加上 冒蜀日 即是我們也說回日柱 就描述了紅色那裡 這個屬於火庫 火庫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買了很多爆炸物品 在一個貨物裡面 你放在那裡 你不知道拿來做什麼用 當然是打仗拿來用 在哪些月份會拿來用呢 尤其是火月 或者木月 即是怎麼穿它的話 就很容易會爆炸 包括譬如說 好像你去放一些煙花 在那個貨物裡面 那些時候 因為氣溫太熱 都很容易會爆炸 那你的意思就是 二世年的全世界 都會有機會 封煙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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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海一片 有些地方可能還在打仗 還在打仗 都不太看見它會停下來 我想它應該暫時 頭八個月應該不會停 是嗎 因為這些流年 去到八月 即是農曆八月 即中秋 它就會好像流氣 到下一年的事情就會走來 所以就算說得不太理想 或者比較負面一點 都是頭八個月的事 所以就不要期望著 就是俄烏戰爭 它應該不會停 應該不會停 有沒有其他 有 巴勒斯坦那個 是 那裡可能還會繼續 是嗎 尼巴那些 不過應該是以色列會贏的 是嗎 因為它是開戰 我開過它的管理體 它的勝數是大很多 是嗎 沒錯 好 然後還會這麼熱 這麼爆 就是火山爆發 要提清楚一下 另外這個農年 就是 冒土日 冒土日 就是春天的土 是比較弱雞少少的 我們叫做 所以 就算你看到錢的話 即是我們身體很弱 不舒服的時候 怎樣可以去賺錢呢 所以賺錢的能力是比較低一點的 還有這幾個字裡面 你看我寫了金木碎火土 好像不多 水 水有的 不過藏在底下 所以變成不容易會賺到錢 或者賺到的錢 都不太大 所以一路聽下去 2024年全世界都是 穩打穩擇 你不要貪心 你平時做一些事情 不要動一些 就說辭工不做 這樣 好 就是平安 平平無敏 這樣渡過就算了 好 還有如果有什麼事 就是真的看不清楚 問一下人 給一個第二回合 給意見 應該會好一點 好 就用立春的日子和時間 對 這樣說一下 一個流年會發生什麼事 好 大家可能有機會 會想知道 樓下金木碎火土 有什麼事發生 其中一個包括工作在內 好嗎 金其實代表晚輩子孫 天時地利人和 他說 因為這個火日 即是一個火苦 火氣這麼重的日子 你看到金的時候 金都會被你搞到 全盡了 賺錢是有點麻煩的 也是因為他有個食神 變成食物不足夠 或者品質不太理想 金融體系可能 環境未必太好 我說的不是炒股票 可能是銀行 金融機構可能比較難做 又倒閉 倒閉 喜歡投資的朋友 我會說一下時間上面 哪個時間會好一點 可能炒股票要小心一點 好 接著就到木 木就是工作的意思 如果是關於木材的東西 紙張 文具 出版社 書店 紡織品 一些好像家居裝潢 因為木要水生才可以 你沒有水 你做這些行業 就比較難做 例如做紙或設計 做原藝家居設計 可能客員比較少 做生意方面 可能要把價錢調低一點 才能找到食物 好 那水又沒有了 他有兩滴 他在床座裡面 我沒有畫出來 不過不顯眼 沒有水 就算有人做的話 都可能欠一頓 水就是行運 貿易行運 物流業 服務性行業 魚業 酒水行業 即是做酒吧 可能經濟疲弱 或者可能不夠人手 都有機會不做得太理想 好了 火 火其實是好的 火就是黃土 但你數一下 上面那些甲月病丁子秋人貌 只有三個土 但只有一顆火 火就是支援支援 支援支援 例如媽媽和爸爸幫忙 或者說成事 就是國家幫不幫忙 幫忙只有一隻手 三個肚子 三個人只有一隻手 我能幫誰呢 即是有點暗示 不太幫到手 公不應求 或者可能政府部門裏面 沒什麼人做事 幫不了手 或者譬如你打算 他又會出一些 什麼券 就是消費券 那些 今年你都不用多之意 就算有 可能出三千元 變得一千元 應該是阿里陀佛 他肯出 好 有好的沒有 但是一件事 火的行業 例如有燃料 酒店 工廠 製造商 表演行業 IT 這些價格可能因為 供不應求 即是不夠人走 可能有坐地起價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些就比較好 這些行業可以 這些行業可以 因為九韻 開始 九韻 所以如果這些行業的朋友 有機會可以加薪 也不一定 那我加價行不行 加吧 我加價了 2024年 是不是要加價了 你想想 但加少一點 不要加那麼多 微調 說笑而已 微調 好了 再下去了 好 然後土的行業 或者土類的東西 有房屋地產 建築行業 工商管理 中介 殯儀 都在裡面 因為也是 有三個土 一個火 可能不夠人做事 變成短缺 或者 你可以用你的角度看 就是 你要去建一些東西出來 你也要有錢 才可以 有發展商去幫你 一個發展商 蓋這麼大堆東西 哪裡蓋得起 他分分鐘也不夠錢 所以 你看到 可能有機會 樓宇的建設 可能會少了 或者可能 利益不太好 可能他們有機會 都是 慢一點 還有 也不投地 上次我講了 對 上次我講了 地也不投了 一塊地 蓋出來 也要三、兩年時間 最少要 你也不是明年 不過 接下來 2024年 他也可能 如果要把 拜投地賽 可能 投標的 氣氛 就很少 明白 總括來說 八折裡 沒有貴人 上面還有 你看到 甲月丙丁 那些庚墓 丙甲 有些意思 丙家墓 有些東西回頭 無家庚 就是一些 好像 被人欺騙 被人找老鎮 那些 所以 其實有機會 有些人 如果做工廠 那些貨品 沒有所有貨物出去 一定會彈回頭 就是 走回頭 或者有些不好的事 會發生多次 有機會 冤家路窄 或者這個世界 很多變動 或者經濟不太好 你怎樣做 什麼都好 有點像公規一貴 所以做什麼都好 要小心一點 穩陣一點 不要貪心 那就可以了 好 最重要還是說一句 不要貪心 千萬不要貪心 好啦 有沒有50分 88分 30分 如果往來88分 這樣算 只有30分 就出現我們的榴槤 30分 大家 努力吧 OK 好了 再看下去 因為真的準備了太多東西 沒錯 說一下奇門 好嗎 奇門也有些意思 這個用奇門計 是嗎 剛才我用八字計 因為我這次這本書 和這個節目 我用了六套術數去計 全載 因為你用一樣東西 像我們說 切魚生 一定要用魚生刀 切豬肉 一定要用豬肉刀 你不可以用一把刀 去切所有的東西 一定會切到硬不硬不硬不硬 不要說不硬 不過你切得不夠精準 所以拿到另一套理論 還有不同的角度去看 好 奇門比較醜樣 他說一些東西不動 我們叫八門福音 雙人破財之事必有 很容易會有地震 做什麼都好 你要衝出困局 要用很多氣力 才能衝出去 還有 有 榴槤有一個一百的星 剛剛在左邊直伏的位置 這是說風水 我沒有放進去 就說很多感情糾紛 凡事很容易會大上大落 今年會大上大落 會大麻煩煩 很多時候都會自己人打自己人 甚至如果你和一些公司做生意 你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他的財政不太好 然後有機會會離開 好 工商 例如說工商和企業 因為前景不太明朗 所以他們會去做一些新的事 即開拓一些新市場 他們會收制不去開拓 地鋪的空置率也會較高 但租金是可以的 例如你有樓收租 但交投買賣依然比較淡靜 但我認為你淡靜的時候 差不多到底的時候 應該是入貨的時候 就要動手了 你要動手 如果你等他一上的時候 別人一上的時候 你想動手 你已經動不遲了 但聽說因為在吹風 美國會減息 所以一減息就可能有機會上 我本身提到就是下年6月 你應該要去看樓 因為你跌也有一個譜 正常不用看什麼樓盤也好 你跌得太厲害 物極必反 銀行你也不行 因為銀行是最大的債主 每個人都做貨機 你跌到這樣的話 他叫你的時候 他也沒有好處 他也沒有好處 他就拿著爛茶渣 可能你破產 有什麼好處呢 我一定不會被他跌得太過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6月7月的時間 看看樓價會不會 還是浮在底下 如果是的話 就可以看看 有沒有合適的 合適的可以長線投資 自住 不是用來炒 好 再繼續 繼續 都是講講工商行業 今類的物品 即是金融行業 金屬加工 機械那些都會差一點 物流、餘孽、按摩、美容 都會差一點 甚至圓學 做圓學 都可能比較難做一點 是嗎?不是說九運會可以嗎? 總有一些人會進來 總有一些人會出去 不過交投我們可能 競爭比較強一點 你去到九運的話 雖然是虛 但是你虛的時候 你很快會被人發覺到 你是虛的 沒錯 如果你沒有實力的話 你就會掉進洞洞裡 那就不用再見了 拜拜 就像火一樣 一燒就沒有了 就永遠消失 所以這些運的 一定要講求實力 講求你之前做了多少功課 積下來的東西 如果你玩虛火 你可能講一些很爆的東西出來 你就一兩次 人家都知道你沒了 然後就不再跟你玩了 這些運都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要加很多新的元素 就要令人吸引 一定要看你 好 然後有些好的工作 是什麼? 烈頭公司 烈頭公司 KOL 醫生 醫護物品 影視物品 電訊科技 化妝品 道路建設 如果大家喜歡投資股票 可以看看有沒有道路建設的股票 或者大隻的股票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比較暢旺 我們是不是已經有另一種改變了 還沒有 還沒有 純粹是聽我說的 好 繼續這個 繼續 說一下移民 移民 移民差點了 那些人出去了 好像不知怎麼辦 回來又是 回來又不是 真的嗎 找不到吃 如果今年要出發的話 我勸你不要出發 真的嗎 你看清楚一點 去哪裏 去哪裏也是 去哪裏也是 你不要出發 我勸你們想清楚一點才出發 旅遊方面 可能有機會加一些稅行 不知道會否在香港有些機場稅 加在你的飛機票裡面 或者突然叫你買一些 入境的旅客要買機場稅 其實這些都不理會 他們收入多了 都不能理會 你除非不去 你的機票就多了一點錢 對 但其實 你說 都被他按住拿 按住搶 有一次我去巴黎都被他按住搶 你說多少就多少 除非我不來 你又無緣機折返 無端端 有他 可能多一點稅 樓市剛才說了 租樓依然價錢比較高 賣樓的價錢也是浮在底下 但6月可能有機會要看看 要看看是否應該入市 好嗎 如果要自住的朋友 對 沒錯 好 那說一下股票 好 來吧 還有沒有買嗎 沒有 不夠膽 還在紮紮 我已經說了12個月 告訴你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 你覺得對的你就會脫手 知道嗎 我是美股 我不知道什麼股 總之是股票 因為我也沒有炒 我沒有說股 好 1月股市穩步上升 2月市場突然有些好消息出現 縱上都高一層 3、4月因為有日食 可能因為日食香港看不到 但美國看得到 所以可能美國的波幅比較大 不知道會否影響到香港 我就不清楚了 5月就去到一個挺高的位置 差不多是頂點 6月7月交頭比較淡靜一點 8月可能有些破壞性的消息 會走出來令市場有些回徒 或者可能有些人在5、6月的時候 賣了股票 拿回一些錢 可能轉向房地產那裏 買樓宇 9月、10月、11月可能有機會 就業率比較不太理想 可能有些就業消息 股市會整理一下 但是突然間又會有些好的消息 去穩定股市 一拉一上 可能會比較波動比較多 12月到尾 你去比1月的時候 有機會輕微彈高一點 即是全球 沒錯 這個是我分析 但是順八成就好了 因為我不是股票專家 也要看看個別市場 沒錯 最好找多一個比較熟股票的人 真正的專業去分析一下 這是從風嘴月學去看 沒錯 還有疾病 疾病 新冠病毒會變得更厲害 更無影無蹤 不戴口罩便不戴口罩 但是可能你索了一些東西 你都不知道什麼事 但它影響你有沒有 比以前更厲害 是嗎 比以前更厲害 流感都好像升級了 癌症比以前更加快 第一位是癌症 頭好殺手 是女性的苦科病 就是苦科的癌症 跟著肺 跟著脾胃 跟著脾胃 跟著大腸 這個是頭的三位 另外 因為接下來龍年的時候 熟龍 熟兔 熟牛 和熟狗的人都犯太歲 記住千萬不要去玩蜥蜴 有些人很喜歡養蜥蜴 但那些蜥蜴 但那些蜥蜴 我想不是很多 我去看風水 都去過多一間 我說你千萬不要放他出來 我害怕的 因為看到有爪 但為什麼一定要有蜥蜴 因為它是龍 龍犯太歲 不會有條龍在天空飛 沒有龍這種動物 生物 那些蜥蜴 或者大條蜥蜴 就不要站那麼近 不要跟牠玩 可能有很多蟲 寄生蟲 你玩完之後會出事 狗隻可能有機會有風狗症 牛隻可能有一些叫牛結節診 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牛有些東西 有機會可能牛也要被人 封牛症 或者大家上網查一查 兔仔 原來有一個叫做 兔熱病 兔拉幹菌 都容易有機會會染病 所以跟這些動物玩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即是雙蔥的一些生肖 范太歲的生肖 真的衍生出動物是有事的 是的 沒錯 是這樣的嗎 是 都蠻準的 因為有一年我也是這樣測 突然雞有些問題 那些雞真的有些問題 即是那年就是充雞 對 充雞 即是去年 雞蛋有問題 不能吃 全部殺殺雞 我記得好像在美國 我沒有記錯 然後日本的雞蛋都不能吃 但是熟雞的朋友都要小心 或者喜歡養雀仔 養雞哥 因為下年的五黃空星 去了右衛 右衛就是西衛 西衛剛剛就是雀仔 有機會有些禽流感 亦都會很厲害 或者你去街市買雞的時候 記得不要吹他的臀部 是會有些人會吹的 我不知道 我不去買雞 現在沒有生雞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以前我記得是放在籠裡 好像沒有 現在沒有 我好像沒有看過 現在好像沒有殘忍 現在好像沒有生雞 不知道 那如果你去玩那些雀仔 即是貓頭鷹 什麼貓頭鷹巴 什麼尼哥巴 那些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有菌 在裡面 好 記得保持衛生 好了 再下去 那講世界大事 我們開始看到世界地圖 今年整個 我們有個叫太越 我用了太越神掃來做 太越神掃就是 虎三色奇門頓甲 錄音 它是首一個最厲害的術數 它是專幫皇帝看國家大事的術數 這裡有一支叫做太越神掃的掛像 我們應該可以下下一頁的 是 是 太越掛 本身 掃那支太越掛出來 不是掃的 不過是算出來的 雷鋒火 簡單解釋一次 就是雷鋒火 其實是一支可以吉中藏空的掛像 試試過程比較急一點點 要很努力做事 才可以衝得出不好的重圍 困境 但是這支也是火掛 說人氣比較暴躁一點點 還有很多火災 也說錢財方面 你去得太盡的時候 物極必反 正財偏財運都比較弱一點點 健康就要注意一下 例如心臟、意外災傷 或者四肢突然要骨折 這支掛就是這樣 旁邊的那支叫做 尼為火 變卦變卦就是結局的意思 那個是開始 這個就是結局的意思 兩支都是火掛 證明都是一樣東西 很多火災 或者空氣很熱 天氣突然熱得很厲害 或者是戰爭的意思 戰爭 也說戰爭 到第三季市場 好像一切順利 但是可能是假象 不以為意之下 突然間市場大上大落 疑首不疑急 也說天災有些軍火東西 很厲害 在市場上 最後變卦都洩火 暗示天氣非常炎熱 南北兩極的冰塊 融得很厲害 不知道可能今年來香港 可能那一年都沒有冬天 都沒有冬天 沒有了 我想羽絨真的不需要怎樣穿 穿上一件 可能冷衣都連他口 是啊 我今天還看到冷一點 有人已經穿夏天的衣服 液得這麼厲害 又這樣說 他覺得我買了難道不穿嗎 見冷一點就拿出來穿 好過浪 是啊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要提醒大家 記住一件事 有關海鮮的食物 千萬不要吃那麼多生的海鮮食物 尤其是一些生蠔 糖類 有殼的食物 一定要煮熟來吃 因為海水熱了 裡面有一些菌生出來 在紐約那裡 剛剛今年2023年 原來有幾種是因為吃生蠔死的 即刻死是 即場死是 因為他吃了一些食肉菌 在他的身上 原來那些海水有食肉菌 原來佛羅里達州都有 不過就不是特別多單 所以就沒有國際大事標題 沒有吃生蠔 每個人都這樣說 生蠔生意就沒有了 所以你真的要吃生蠔 要看清楚一點 還有要小心一點 如果有機會在很暖的海水 會來的地方 你就不要吃了 但是不知道的 我就不會吃 煎到熟了 要不就變成蠔屎 那真的是兩件事 小心一點 我的角色就是提點大家 對 要小心 這些事情真的發生過 今年在紐約市 還有在佛羅里達州 好 好了 先看下去 好 好了 講一下我們的中國 對 亞洲地區 風火家人是甚麼意思呢 東南亞地方 玩一家人和和氣氣 搞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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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Friend 或者一些可能在地上動的東西 他們都會很專注在發展這些東西 去賺錢 也都說這個風火家人 高官會很多時候出去做親線訪問 跟別人搞Friend 會慢慢慢慢 大家搞完Friendly之後 就可以找到好處 做事 真的會Friend 不知道 是 就是跟別人Friend 是不是真的想跟別人Friend 希望大家都來投資 好 我爸爸教我每一個人做 每一件事都有一些原因 他就是想搞好經濟 希望大家來投資 小心點 可能也說太越林雙門 雙門就是有一些老年紀的高官 不一定是中國 可能是泰國或者馬尼拉 都可以 都有機會 有意外 例如今年有李克強 我沒有說錯 是 他其中一個 是 去年 即是2023年 也是 他也是有個太越林雙門 即是高官 2023年 2024年都有 都有 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就說一下敵國 敵國就是他以外的國家 會來侵佔他或者和他敵對 敵國就是經濟力不足 想搞你都搞不到 還有他們的數 即是黑算 也就是外地 外地的人客的 rating 25以下都是空的 全部都是 而38代表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包括中南亞 可以是新加坡 中國 我們住在這個 region的人 我們就有38數 38數是好數 絕對不是差的數 所以東南亞經濟 今年是挺蓬勃的 而是外地的國家 即西方 西方國家或者歐洲 歐洲 美國也好 他們是比較弱一點 這個是太越神授獨有的計法 只有他才有這個號碼 在上面 也有說 這個太越入氣日 即是太越神授獨有入氣的日子 他們說八字格局裡面 洋印架薩 即是東南亞的地區 可以洋威海外 即是今年的實力比較強一點 如果這樣說 就買一些東南亞的股票 是的 不要再在地上移動 鐵路 或者電動車的股票 是的 有機會會賺多一點 我們用錢的角度去看 我們可以說說香港 好 對不起 香港的經濟環境 就真的不太好 有一點死沉沉 政府做些什麼決策都好 好像沒有什麼人和應 再加上三四月 即是有日食在美國那邊 可能牽連到香港的經濟環境 或者股票市場 都有些問題出現 所以大家炒股票的朋友 要小心一點 好嗎 市民在今年的精神狀況不多 尤其是他說了 有一個姓氏或者一些名字的人 有一個子字 有一個水字 有一個木字的人 有機會 或者你陷入它來看 是 那個姓氏 子字 木字 即是可能有你那些 或者這個姓氏 有機會有問題出現 還有什麼 有一個水 三點水 三點水 可以大家2024年尾 大家可以看看 review一下 到底看我有沒有說錯 即是無論什麼人 什麼人都可以 什麼人都可以 比較弱一點 比較弱一點 OK 加上容易會有火災 這次是在東區和西區 是 核心地帶 可能是在台灣和西環 或者有些火災的情形出現 另外我會計到一件事 就是 Uber和的士 會出現了一些問題 大家 現在都是不斷增客 不知道 但是 我建議大家 如果有錢的話 就不要再投的士牌了 這個我最後公足 OK Uber可能會加價 因為可能會跳到變 可能變合法都未定 有機會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馬路建設 鐵路建設 都可能那些計劃 有機會延遲 工商方面 都不算好 千萬不要用一些 新的概念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用一些新的概念去做事 可能會比較濕陣 但是幸好 有越德貴人和天德貴人 臨了事業工 所以下年香港的事業 都是穩打穩摘 雖然不好 但是又不用怕會倒閉 有事頂住 有人來幫忙 但是要注意 住在南區的朋友 有機會有一些很容易 要遇到嚴重的傷風菌 南區 南區 是香港仔 香港仔 或者尖沙咀 尖沙咀都是南邊 在九龍半島 然後到澳門 澳門看上去 澳門看上去 不太好 不太好 不知為何 為何呢 因為很多旅遊業 旅遊業是不錯的 但我說它不好 就是酒店 沒有理由 那你旅遊就去酒店 不知道是否那些道路開通 那些酒店很貴 那些人馬上有 即是有 不住 就只玩 只花錢 可能賭一會 就不住了 贏了就走了 就回到珠海住 所以我看了很久 為何會這樣 為何他的旅遊 他沒有可能賭業不可以 他賭業是不錯的 但是他的酒店業是不錯的 這樣 真的很貴的 這本酒店 神經病 很誇張 沒有住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去過 除了那次我們去網聚的時候 我也是即日來會 沒有住 因為我都知道不少東西 很貴 不少東西 尤其是假期 是 那怎麼辦 還要去台灣 先去台灣 台灣有點阻滯 經濟有點阻滯 他想搞過所有事情 不是很搞得到 還有他的盟友 好像越來越縮水 少了 移民的朋友 過了去 好像回來又不是 不回來又不是 不知道怎樣 他可能不批給你 是啊 很麻煩 等吧 你反正都在那裡 要不然你就等 但是大選 大選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有另一個大選 有一個人應該會離開 我 我 等一下說 我等一下說 我等一下說 OK 但是他的旅遊業是OK的 台灣旅遊業是OK的 只是你移民了過去 有一點進退兩難的感覺 他可能不批給你 嗯 好了 我們先看多久 稍後回來 我們還會看一些 進入和自己有關的東西 好啊 好啊 可能一些生肖 各樣的顏色 數字 等等的東西 這樣 回來之後 我們今晚仍然是免費開放 給大家看完 今晚的好報在線 好 待會繼續有蔡王師傅 潘兆聰 好報在線